和陈彦博传出绯闻的就是他黄敬玲 当年以优异成绩考进国安局 因为交际手腕好进入公关室 还曾在国会及电视台担任公关联系负责舆情 后来就到市议会当联络员和陈彦博结缘 没有没有没有相似很多年 对啊这个再问下去的话就对女方也不好 保护女方责任意坚扛 但是明明只是地方议员 却和国安局单位关系密切 到底是真爱还是另有谋算 跑步然后做有氧舞蹈 拳击有氧 那我还陪陈彦博打篮球 我就要他打篮球 才跟我到议会打篮球 瘦了七八公斤吧 不能这样说 因为国安局情报局都会在各个领域 立法院或市议会部线 可是我相信他们不是这样子 不是因为这样子而认识 我相信不是 议会同事纷纷闭紧嘴巴 毕竟陈彦博爱上的是国安人员 这段敏感关系让一段婚外情成了阴谋论四起 更让这段神秘练曲 似乎还隐藏着更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记者高培腾 陈永沛综合报道 好 阿宅 是 台北市议会这几天在讨论 他们是不是桃花哭 那陈彦博当然是深陷桃花的风暴 这一次陈彦博被连续跟拍 是从吃饭 食指紧扣 单手搭肩 然后到渔港调琴 甚至更进一步的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动作 一周刊这次都拍到了 你的手的动作在干嘛 我没有做什么动作 没有没有没有 那所以这一次基本上是罪证确凿 那也就是你确实在约会 然后你确实双方看起来是热恋中的情侣 然后你找不到理由了 你连我记得那个画面一路拍到双手紧握 都还有办法 譬如说我可以说我跟这个 我们双手紧握是因为我们好朋友啊 是不是 这个还混得过去 可是你一路 我如果跟这个李明贤跑到一个柱子底下 双方抱起来热吻 这个没有办法解释 还是画面不然不堪想象 这个受视率会掉 只不过说这个燕博 当然我们大家都认识他很久 从他他也 我当过他长官嘛 真的哦 在哪里跟他同事 就在联合晚报嘛 然后他跑到立法院 我是那个联合 然后立法院的那个 就是政治组的召集人 对 那然后他追那个汪淳寅的时候 大家也都很祝福 很努力很帮他这样子 他追了很久 他追了很久 因为汪淳寅很难追啊 汪淳寅是长得非常非常漂亮 你看我都可以用非常非常漂亮 你跟那个可以当那个影星的那种人 而且是一眼就像过去那种林青霞 这种很明显那种影星的那种人的长相比 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普遍 比较普遍性的这个当 你会跳会这个就会可以当明星的 那种人就是他的五官就长得非常 日本化的那种娃娃这样 那陈彦博是 陈彦博当然就是当记者 那可是他有点吊了铃铛啦 那就个性上比较开朗这样子 所以说当时他追汪淳寅的时候 大家就看哎呀这个这个追得上吗 这中央社之花也怎么样 可是彦博还是不屈不挠的把他追上了 那当结婚没多久之后 那个汪淳寅就去当了这个工... 考公务员嘛 考公务员嘛 那当然这个公务员还不错 当然还蛮稳定的 那突然彦博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礼拜二会吃饭 那彦博有一天就突然跑来说 对不起我记者不干了 我要去选议员 大家都吓一跳啊 然后大家就说 你做议员最要小心的就是这一块 那也撑了这几年了 那也没什么事嘛 那不晓得为什么最近彦博 对他的婚姻跟什么人生观 他有什么不同的价值嘛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啦 就说离这个选举还有一段的时间 那看起来 好像他跟他老婆 好像也不像复合的样子 那这几年是大家比较不常联络 那可能跟汪淳寅说 他们之间有不同的 有一些沟通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只是没有小孩的 那没有小孩夫妻 可能在事业上的忙碌上面 会有比较 比较大的疏理 对 没有共同的话题嘛 也许是这样 那不过这个东西 对彦博未来当然是一次 比较大的考虑 包括他人生啊 包括他政治的事业啊 包括他未来的前途等等 他都要重新做思考